有毒販不想被警方逮捕 身上呢明明是藏有了四包的安非他命 竟然不斷的狡辯说自己不是现行犯 那毒品呢也不是远警看到的这一种 整个过程如了将近20分钟 搞得双方都气喘吁吁的 还要警方帮他牵车 最后才乖乖的就范上警车 背后 不行你这样很讨厌啊 我要背后 我又没有犯什么刑事罪 我最好是没有犯刑事罪啊 你这毒品还不是刑事罪啊 不是 现在这个叫告诉乃论 什么叫告诉乃论 你到底懂不懂啊 到底是谁讨厌 明明身上藏毒品还借口一大堆 哦问题啦 那不是你们那种的啦 为了不上靠法律瞎评乱凑 毒品啊 毒品有什么罪啦 毒品有什么罪你自己清楚啦 这第一次啊 第一次而已啊 最好是第一次啊 你把车子弄回去 哦我的东西不用扣啦 警方抓人也抓到心好累 竟然被嫌犯下令 帮忙牵车 一发拉扯 还要先停战一下 干嘛啊 你玩够了吗 原警又在男子左侧口袋 找出暗维他命 共计四小包 一送花莲地窃署 侦办 25号花莲原警在受风箱 执行护刮勤务时 发现男子行机可疑 一追追出男子身上藏 四包毒品 还跟警方炉了二十几分钟 就是不肯上警车 但困兽之斗 当然敌不过优势警力 乖乖 依法就办 你这样很讨厌啊 记得陈敬夜 欢迎参观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